体验一次做七毛钱一次的公交车 而且公交车还有换乘 如果你想用更优惠的方式 那一次只需要一分钱 一分钱能干嘛 一分钱能做一套 从零公里到三十公里的公交车 这个优惠是真的也算大福利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上班呀 购物呀 或者说游玩呀 出行对不对 这个公交怎么说呢 虽说它不是属于四家车 但是它这个交通工具 就是给大家提供了线路上的方便 费用上的方便 费用省钱对不对 而且还有这个安全性 所以说公交出行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一个家庭算两口人 一个月在公交车 在交通质用方面 如果你坚持坐公交的话 至少能节省七八百块钱 这七八百 还买你家的米面 凉油 对不对 交水电费 它不香吗 所以说现在生活就是要 也不说节缩时吧 反正就是要增加收入 减少支出 对不对 能省就省 省下就是赚下 这个小日子 这个小日子就得这么安排着过 不然的话每个月从不下钱 这个这个这个 生点病呀 对不对 或者怎么着 有啥奇事 会很慌张的 一个人一个月 对吧 省个 二百块钱 二三百块钱 俩人就是五六千 五六百 五六百一年的话 就将近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也能起大作用 老天们说 对不对 所以说 不管什么时间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口袋 管理好 能省就省 明天看看吃的如何 今天就到这 拜拜 你们的公交 费用是多少钱呢